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大纪元发表了一文章 讲到中共这个卫教领域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6月30号 中共有个卫教部记者会 中国日报记者肯定要去捧一捧场 催催牛皮 捧捧习近平 这一捧捧大了 他怎么说呢 习近平卫教思想和新时代 中国卫教专题网站 其实在这之前更可笑的是 习近平的铁哥们王晨 也就在延安的时候 他是知情和王晨之间有点渊源 王晨帮他上了大学 给王晨替为一个人大副委员长 王晨的主事下搞了一个 习近平外教思想研究中心 你说外教研究中心 这个研究方向一定是这个人 很有点外教思想的人 有点能力 你说习近平这个水平 让这个能力 国家搞到今天这个程度 赌气外教 一个朋友没有几乎 就半个俄罗斯 一个亿了 再加个北韩 你就说吧 他哪有外教思想 那么胡整 是吧 但是倒着来 不倒着宣传 这个随着外教部发言 王文斌厚脸皮说 18大以来 习近平准确判断国际形势走向 和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 提出一系列信里面 信主让信长岛 指引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罪行 在习近平外教思想指引下 构建其遍布全球的伙伴 关系网络 你说这是捧习近平 还是扁习近平 这个真是 就是非常的这个无耻 你说这个判断 准确判断 他每一个判断都错了 你看中美贸易战 川普为什么提出 这个贸易逆差 那不就因为你逆差太大了 是吧 五千五百多亿 你想想 跟美国合作了四十多年 人老买你的货 你不买人家的 占人便宜 那你说你怎么能说得过去 那人家要求逆转一下 秀不秀 这给人倒过来不就完了 是吧 把那一带一路撤一撤 这个少搞这些虚假的宣传 少去扯那些没有用的 这些一些地区国家 我不是说实力 那些国家 有些的国家 你们八杆打不到了 那么远 是不是 你就给美国点利益吧 人家说 贸易不平衡 不平衡就平衡一下 你看我买你什么东西 多买点肉粮食 是吧 越买的人越高兴 然后买回来以后 把这些 如果卖了 觉得太多的价格 上不来 就送给 贫困山区的老百姓吧 对不对 每个月都免费的 共用这个肉蛋 鱼 面包 点心多好 这不两头都是人情吗 他不 他赌气 人一贸易制裁吧 他的腻 他叫什么 反制 他所有的都是反制 就是脑子 一个是笨 一个是什么东西 狂妄 就是气量小 容不得 容不得就是别人的这个要求 别人一听的要求反制 就是好像是稚气 给我感觉是稚气和倒着泪 就有点像那个 小的时候不懂事 时的时候 妈妈叫 你别出去乱跑 我就跑 一眼一看不见 就跑出去 就玩去 就到处去 这个惹事 原本王八大命的十岁乱 不是 父母担心 他不听话 就逆反心理 习近平间有点好像 有本书叫巨婴时代 有点是水内类型的 你怎么没长大 什么事 特别可笑 这一反制办了 老川普身边 有鹰派 还有各个派 鹰派在上风 那不就这么来了吗 是吧 我讲的很形象 对不对 你看大纪念 今天发表这篇文章 叫杨威 写的写的很好 他说六月二十九号 这个 这个集团腿 二十国集团会 在意大利举办了 各国外长 共同磋商 如何应对 这个中共病毒 导致了大瘟疫 以及经济恢复和气候 问题 中共外长王仪 仅仅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鼓血了 中共外交的窘境 确实 你说他来 原本不是会上 开之前 不是中共官媒 制造一个假信息 说是 布林肯这样 见王仪 你看 这其实就是 给人磕头本 看能不能见我 结果人家 马上说 我根本没有意思 要见你 而且我是布林肯 我就不表态 就给你宣了 说你能够见你 等到你到意大利以后 我再不见你 我就整整你 这个布林肯是个老实人 是吧 你说这些几天 在阿拉斯加会上 你看杨洁篪 又蹦又跳的 整个讲了二十多分钟 你说你那时候 你那个 为什么搞得那么极端 你不想这是外交城 不是回家 接到你脑子了 这个动不动撒野 说是啊 你见老婆你 不能那么样 你话也得 也得好远远偏远 是吧 不一样吗 你外交更是这样 还大过 全方位外交 这哪会外交 外交家哪有在 公开场上 翻脸的 到那个 讲到那个程度 你看周恩来的时候 那是中共的 当年的 第一任总理了 是吧 你看人家的奋度 当然他也是 极做思想 但是他不 还是不会用这种 非常这个简单粗暴的 这种巨影思维处理问题 所以杨洁篪一听西平 告诉他 你要强硬一点 不要嫌得远弱 告诉他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不怕 中国人民 受你欺负的日子 一去无法了 你看讲完以后 完了吧 其实那时候 布林肯有那意思 看上了上了 看那么你承认 是无意泄露的 我们也就 跟国民去交代了 老拜登 当时就这意思了 赔两千 最好国债就别要了 我估计是我推测 结果误判 这不又判断错了吗 就是外教里 没有我的老家的狗人 因为我的狗人 我给你一字点 你们应该了 是不是 你国和国之间 就要往就要 人和人之间 有时候你明明看着人 他是耍你了 你不能马上写事出来 写事说一个朋友没有了 人都基本都是这样 擦个心眼 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吧 你得撞啊 好 那就回血了余地 是吧 所以这篇文章讲说 数月来 美日印澳 四方送到会谈后 美日和美韩 送到会上 吉林登场了 你看你 拜登这一招一招 打得很漂亮 我今天看老参谱 发表的文章 把这拜登 好一顿指责 讲到边境墙的事 边境墙讲的对 但你说外教 说人家拜登 就把国家影响 威胁的方向 这川普讲得过分了 这川普外教能力 源源不如人家拜登 真的不是我 我也挺反对 源源反应拜登 因为我是川粉 但后来我一看 这个拜登真理太厉害了 我跟讲 你看他给外教搞的 一步一步一步的 缓缓相扣 确实是组合拳的 大动作 运筹微卧之间 绝胜千里之外 就不是我谁 一般我是还比较公正的 就我一看 这个非常厉害 你看北约 欧美欧峰会 国际社会对未来的规划 逐渐形成共识 中共却一再缺席 不是缺席 他钻不进去了 人整个口袋 不得围起来了 也就是阿拉斯加 实际人就叹叹他的口气 在这之前 人泡出一个消息 讲到胡春华将担任 贸易代表 缺带刘鹤 其实人就看看 能不能胡春华的派系 在党内 把习近平干下去 干下去 习近平就顶罪了 就可以还继续和中共 发展关系 这样就可以 不免于战争 你看老拜登 他想着说很好 结果中共马上直白的讲 不可能还是刘鹤 刘鹤又出来和戴伊 他以为好像还能 转败为生 怎么样人家不搭理你了 一看完了 这干倒体就在打仗了 所以可以罪责索赔 对不对 你看我不搞外交 因为现在没事找研究 也研究出一个 一二三 对不对 说被中共污蔑为国际小圈子 越来越大 中共的外交空间越来越小 党媒只能对习近平 与普京的视频 会晤大数特殊 这个集团对外长会议已经是 中共位数不多 能够参与国际会晤的场合 中共外交部长 王毅却没有前往 等于主动放弃 与国际社会进一步交流的良机 20209月 王毅曾经访问欧洲 试图联欧抗美 结果呢 是 祸了 你看 人是大祸全身 踏死是吧 踏死自己 非常狼狈的回来了 是吧 党媒不报道 你敢报道吗 对不对 那个党没有告诉老百姓这样 中国老百姓就鼓潮了 是不是 共产党最大的特场就是控制媒体 要骗 什么他都能控制 反正他想怎么讲怎么讲 就骗了小粉红 此次 其二十会外长会议 王毅无疑可能面临更大的尴尬 因此只好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防止当面出丑 他想你也不接我 我要去的话 会场见到布林肯 见到不大的 谁都不理 就自己一个人在那做 视频一样 是不是 视频还可以撞一撞 是吧 撞到西装领带的 过不面子 就死要不面子 获受罪 你说你这阿拉斯加 你过那把瘾干嘛 说过那个 打那个嘴炮 想连煮炮 是给人指责的 说人家 一去不返辣 什么 有些习近平讲的 平四世界 东升西降 这就太丢人了 真的 这什么 这什么搞白脚 都不如我的水平 是吧 看这文章讲 写的还是不错的 他说呢 中共再度霍乱香港 继续在台海挑衅 拒不承认迫害新疆 微入住人等人权问题 目前还不断水过 病毒来源 否认隐瞒疫情 更大搞移民外交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会议上 遭到 都可能在会议上 遭到各国的反对和指责 黄疑干脆不参加会议啊 以免引火烧身 他来了以后 人肯定在指责他 对不对 人家不客气 你家这个香港 你家今天就整个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了 我刚才昨天有一个有意思 有个照片 看着香港的报刊 我一看大公报 文汇报 香港上报 明报 都是报童 都是 头体全是红标题啊 都是清党 党清白天 会看完了 这不和深圳一样了 人人都是假面具啊 这个两面人啊 其实他这么一遍以后啊 那些党媒的记者们乐死了 怎么乐死了 因为党媒的记者 大部分呢 你要知道他们心里 都不想惹事的 都是 知道也斗不过习近平 谁上来谁就嘴大 领导就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那个生活过得可滋润了 怎么滋润一下 一上半 一杯茶 一只眼 千片一律啊 所有的文章标题都一样 今天和昨天一模一样 你甚至什么 比如到了七一啊 党庆的时候啊 就模仿去年的 把去年的版拿出来啊 你这么一copy贴上去完事 然后又喝茶 聊天 都在那玩啊 我就认识很多这些媒体的 经常有时候见面 就把有一些小孩在这读书啊 来和我俩先聊 他老江 我们是太舒服了 我们要学你肯定倒霉 我们不想学你 就是就晚饭 不想这是事业 就是一晚饭的话啊 我们找人家说干什么 他说我们就干两件事 一个是炒股票的 就是网络炒股票 把领导都规划好这个版面 就这么多东西 然后就中午晚上开始联系吃饭 出去玩 好朋友出去玩 你想想 所以说那个香港那个文汇报乐会这下 以前苹果日报广告啊 他就很多人都愿意登的苹果 不愿意登文汇报 现在当时的那个 我记得总经理叫 姓总的老总就骂苹果 烂苹果 说不因为生气 人家苹果懒得多广告 文汇报搞不到吗 文汇报广告也能搞到少 因为你发行量少嘛 你才那么 好像五六万份啊 十几万份 人的苹果日报多少份 人最后一天要 灌门了一百万份啊 你就想想民心所在 现在香港变成这样 清一色的 翠西平马屁的 这个香港 就是什么地方 你说这不就是一个 这个 共产集权统治下的一个 一个这个 臭港嘛 是吧 这个词用了有点 不太牙 臭港啊 所以你想 人家美国一看 国际社会一看 虽然打理你 是吧 你看英国人刚留下那时候 香港傻眼 说去了以后 那警察 衣服窜的 看了以后 我在八九年第一次去 我一看见警察 再看内地警察现象 哎呀这香港的警察 那真是 纪律严明啊 你看那真是 这一股新鲜的气息 你看现在这警察 整个就和大陆的警察一样 因为习近平 你看他那贴哥们 王小红 在给自己贴哥们 叫什么 刘国之后 调到那个深圳 公安局当局长 那一查查服装 二十分钟就到深圳 那不就变香港警察了吗 是吧 我看有些人说 国文贵讲的是假话 我认为是真话 就凭这一点嘛 那香港 这个蓝锦黄这个事 国文贵讲了几年 他刚讲我都不相信 是吧 所以我要说什么 共产党把香港获获完了 把台湾台海也搞了 关系搞完了 又给这个新疆整到今天 这个程度 确实自己整 最后你说虽然很交往 你看你这个人 就像一个人一回家的时候 又打又骂父母 又打自己的孩子 又打自己的太太 你管谁都不也很交往 虽然是你家的事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一样 所以在国际上 一个朋友们有 说这个外交部长丢脸 不敢去 说事前曾传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可能与王仪 继续见面 很快又被美国否认了 说假如王仪亲自前往 却无法与布林肯会的 十罪狗掉家 说如果两人在会上相遇 又如何寒暄呢 你是怎么谈什么 你刚刚给我们训了20分钟 我们现在主动和你握手啊 你虽大脸 是吧 这人都是在双向的 说王仪若继续扮演战狼 显然有会议的气氛不符 说如果笑着相迎 应该又怕被中共高层训施 实弱 习近平现在是什么 靠着媒体 把那领导人都捧到云彩上 把这个梯子拿走了 这些人都坐在云彩上下不来了 还得票 实际是票 你说这怎么办 说这次会议巴西和澳大利亚 说应该因为疫情问题 外长不得不用视频方式参会 说美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德国 印度 等高官 外交官都一一出席 俄罗斯和韩国 派了外交副部长 也在这些国家 基本上 都在民主的 这个价值观基础上 能够见面 是吧 这个人有共同的价值观 就像这个人 一见面 大家都挺孝顺父母的 都想 都和邻居愿意出好关系 说一见面 都挺高兴 你这个一天到晚 和假人脑矛盾 是吧 一天到晚和邻居干账 你随 你随都不要和你打理 都躲远远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你愿玩 你自己去玩吧 就这么个形式 让国际社会摒弃 还全国 还全方为大国外交 还西兵 这个外交思想 研究中心 你说研究什么东西 你这个 省下这个钱 你赶快制制 两架盒子 和那些贫困 删去脱兵工艰 这样胡振华少跑在腿 对不对 你搞一个研究中心 他花多少钱 那不全是骗钱吗 混日子吗 就刚刚我讲灌媒那些记者 贬集上班 就开始做了 就开始下联系了 你就想一想 就这么个形式了 对不对 说是 这篇文章讲说是 参加 二十会议的外交官们 应该也会 借机会安排 众多的多边会谈 中共外交部 估计曾想试试 但很可能 一些国家反应冷淡 或者提出一些话题 令中共无法接受 那肯定要提 新冠的事 问 你这五批事实验师 你说你是 和你 不是你搞出来的 那能不能开放 我们去调查调查 他怎么回答 他不又完了 再问问严李梦 你说这个严李梦 这个事是真假的 他又完了 所以你说他怎么去参加会 他就最好办到 他不是有那个叫 贴合唱吗 空间站吗 最好他都办到的 上半局 政治局也办到上半局 那行 管谁不用叫我 说实话这是我开发笑了 说在这种情况下 王一即使 迎着头皮往前 眼看着其他国家外长 嘘寒问暖的 更显成了人类 人另类 虽然不打理 无论怎样 王一放弃与各国外长 面对面 毁谈的机会 应该是作为为难的结果 面对越来越孤立的外交局面 中共却只能再次选择 流离国际社会之外 透露了中共外交的巨大失败 游泳那样 说为什么你看 李克强在那个会场上 你看 就建党拜年 李克强 就是像机器人讲那么几句话 一点笑容都没有 不仇摩 你认为那个国务院总理 你看以前总理 温家宝的时候 你看人家 以前那些历人 当然也是一党执政 你看人怎么干 你看这一切 这真是 共产党这是三嫂律变骂子 一代不如一代 到最后这一代 这是办了 整个演了 是王一的视频发言 冷然喊着空洞的口号 他不喊怎么办 他在服用习近平这个大叔 是吧 说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计划和建议 中共党里只意味强调 以向近100个国家提供超过4.5亿 记得疫苗 你提的疫苗质量怎么样 我今天看一个国家霸西 还有国家好家 说是他的疫苗根本不起作用 打了他们的疫苗都两剂 最后该感染感染感染 感染更厉害 你的疫苗外交 你虽然你那个人都力量大 生产那么多 你随其用你这个东西 是吧 你看我们这都是接受 这个啊 这个好的疫苗 辉瑞 莫德纳 你随其选择你的什么科兴 对不对 还是什么真心 我不知道什么名字 反正是我是不用啊 我宁可不打是不是啊 你也不去站他那边 因为我没当想到毒奶粉 我就马上还就不信任他了 是不是啊 说是参加这个七亿团队会议的外长 应该对中共的疫苗外交相当反感 德国外长叫海科马克 直接称 提供疫苗不是为了实现短暂地缘战略有势 如果这疫苗你提供是为了捆绑人家 挟迫人家你就不愿意和你交往了 就像有的人搞点是给点什么声音嘛 就提出别的离奇古怪的条件 那人能干吗 是吧 中共外交部公布的王毅时评讲话中还包括了党庆的内容 说难道中共外长准备以共产党的面目处在国际舞台上 估计各国外长难以接受一个共产党外者的事 更不屑这个王毅口号式的讲话 说相比自下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说美国致力于支持有效和负责任的多边机构 我们必须支付成果 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和世界 还呼吁加强全球卫生安全 一边我们更好地发现预防和应对未来的突发卫生事件 还是美国在这个国际舞台上表现得好 你看这个疫苗 自己这个接种差不多少就开始支援全世界 包括对台湾的倾斜等等 都充分说明什么美国还是这个社会的老大 他老大主要他的民主法治 他的政治制度 对不对 这个决定的 你光有钱什么 就像有个人在寸的就是寸霸 一有钱就开始欺难霸 大家欺舍 那谁都烦 我在这一样道理 对不对 所以中共外交失败 谁不失败在政治制度 不在别的 说习近平这个所谓大国 全方文外交就是一个大帽戴上去了 反正是 就是偏偏下棋 偏偏老百姓 总有一天会蹦盘的 因为什么你这人要给你干起来以后 你看你怎么办 是吧 还外交思想呢 到那时候又好成立个中心 王臣当领导 什么习近平军事思想 指挥中心 你就去忽悠我去 是不是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待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